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在2013年的第一天 在官方微博上宣布 今年开始将增加版面并推出评论版 同时在新的一年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 让文章更有可读性、更具感染力 网友就调侃《人民日报》自爆原来一直在说假话 学者则是质疑在信心的体制下能允许说真话吗 《人民日报》宣布从2013年开始 周六周日会有每天8版增至12版 节假日有每天4版增至8版 周一到周五每天推出一块评论版 同时在新的一年 他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 从而可以服务读者 有网友调侃 说真话对于孩子都是那么容易 而对《人民日报》却还需要努力 署名HAPPY阿雄孝道的网友说 这份党报到今日才想起要努力说真话 那么说明以前一直说的是假话 真正气煞人 说真话还要努力 说明说假话已经习惯 很难改掉了 大陆网络作家金楚质疑 在中共现行的体制下 能允许你说真话吗 那外星说连他们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所以有人就把《人民日报》就把它改了个名字 叫做渔民日报 就娱乐人民的日报 欺骗的说法造假 欺骗了60多年 它一下子能够扭转吧 在目前的这个文化环境下 政治体制下能够受真话吗 原河北人民廣播電臺編輯朱欣欣認為 《人民日報》除了天氣預報沒有真話 如何取信民眾 有資料顯示 《人民日報》上次改版設在2009年7月1號的擴版 當時《人民日報》由16版擴為20版 週六 週日 仍為8個版 新唐人記者李韻 廣德採訪報導